就我所掌握的情況 香港爭取民主的決心是令台灣人民很欽佩 台灣人民也很關心香港未來的發展 但是香港目前的情況仍然非常的艱困 如果台灣在這場選舉輸掉了 我相信香港未來爭取民主的機會 會更加渺茫更加的困難 香港爭取民主要成功 台灣一定要贏 總統蔡英文一定要高票當選連任 民進黨也要立法院過半 就像前不久香港區議員的選舉 泛民主陣營得到86%的席次一般 國際社會也在看 所以如果台灣贏了 我相信未來台灣就是明日的香港 如果台灣輸了 未來的台灣就是今天的香港 所以台灣人民有決心 我們也希望香港的不老鄉親也能夠再接再厲 中聯辦的主任已經換了 但是還要更加的努力 情況不會因為換一個人而改變 爭取民主的決心絕對不能夠動搖 台灣支持香港 香港也要支持台灣 大家一起爭民主捍衛民主 多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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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謝